各位, 昨天說到石朝姬和魏慶圍攻流礦佔了上風 知五弘對護快活章就棘手了 五弘伸開兩隻大手, 想說去抓快活章 誰知一立就立空了, 只聽見啪一聲 反而被快活章打了一巴 五弘氣得鬼殺五聲 說時遲那時快, 快活章已經衝出大門口 向著石朝姬他們的三隻馬衝過去 那三隻馬是綁在門口的一棵樹上 五弘急得大聲喊, 糟了, 這個賊人偷我們的馬 石朝姬那隻馬是殺福頂送給他的大遠鳴馬 如果被人偷了就得了 於是他就放開流礦, 跟著衝出門口 一伏手, 打出三支就箭 只聽見快活章說, 痛死我了 他在地上滾了兩下, 又站起來了 蛇中我, 沒那麼容易 這時候快活章已經飆到樹底下 割斷了綁馬的繩子 哦, 石朝姬又漏又急 他飛身向著快活章就撲過去了 快活章就自由淡定地說 嘿嘿, 石大人, 來而不妄非禮也 你也先接下我的暗器吧 說完, 他一伏手就扔出兩包東西來 石朝姬立刻打了一個劈空掌 不讓那兩包東西埋身 誰知道, 啪啪兩聲 那兩包東西穿了 哦, 原來是石灰來的 石朝姬一輩子 他在江湖上都是跟有身份的人物來打 根本想不到快活章會用這樣的手段 他就立刻眉上雙眼了 石朝姬都真是厲害了 他閉上雙眼之後就聽風變香 哈, 依然不差毫利啊 他一個起落 就向著自己那隻馬就撲過去了 劉礦和韓鵬也趁這個機會走了出來 魏慶攔也攔不住他們了 快活章是正想騎上馬的 誰知道石朝姬已經撲到了 快活章說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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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obl� 這麼生氣才行, 我給你一隻馬就行了 說完, 他一縮下 一把匕首踩進去馬屁股 那隻馬馬馬上向著他的主人跑過來 突然被快活章在屁股上刺了刀 他不由得四提騰空跳起來 向石朝姬當頭就撲下去 石朝姬立刻在地上一撈, 避開了馬蹄 這時候, 劉礦、韓鵬已經搶上了另外兩隻馬 石朝姬火滾, 他立刻射出連珠就箭 韓鵬的武功還未恢復 唯有一個燈女藏身, 就避開了就箭 誰知道石朝姬不是射人, 而是射馬 有一支就箭射進了他的馬的後腳 即時把韓鵬拋在地上 劉礦令尊頭, 他刀騎馬 揮刀拔箭, 把射過來的三支箭打落了 他立刻就回馬來救韓鵬 誰知道這時候石朝姬已經撲來了 快活將在旁邊閃出來 一手拿起韓鵬, 就向劉礦扔過去 劉礦接著韓鵬, 兩個人騎一隻馬 撥轉馬頭就走了 石朝姬遲了一步, 撲了個胸 石朝姬火鍋到頭殼上飆煙 他大聲喝話, 哎, 先捉住那個賊 快活將一個關斗打過去, 只聽見咳一聲 石朝姬撕爛了他的衣服, 但被他摔掉了 魏卿五魂兩個人左右一起上 都攔不住他 快活將一聲大笑, 哈哈哈哈 石大人, 你想捉我這個賊仔 你以為這麼容易嗎? 不信你來試試吧 魏卿就說, 石大人 別上這個賊仔的攤 石朝姬被他這樣一提醒 他就忍著火器說 五魂, 你去找一隻馬, 跟著來 魏卿, 我跟你先去追捕犯人 他說完, 就把他隨身帶著大內秘製的 金倉藥受傷的馬就敷了 然後又騎上去, 馬上去追流亢寒憑 石朝姬的馬是一千隻裡面 挑中一隻的大遠名驅 雖然剛剛敷了金倉藥 只能夠止痛, 沒有平時跑得這麼快 不過也不輸蝕過普通馬 追了一陣, 石朝姬把魏卿拋在後面 沒多久就看見前邊的韓彭 他們兩個騎的馬 快活張輕功是一流的 他走起路來, 十里之內比馬還快 就在石朝姬正香學快馬家邊 去捉流亢和韓彭兩個人的時候 快活張不知道什麼時候 從哪裡捐出來 攔著石朝姬的馬頭, 他就說了 石大人, 為甚麼要騎著你的寶馬 石朝姬不如露火攻心 爬一下, 一馬邊就打下來了 他說, 你這個賊 小子, 我先殺了你 快活張閃開他, 他說 我是好心不來找你談一宗生意的 你真是狗咬呂洞斌, 就不惜好人心了 快活張拿了一串閃閃的珍珠出來 他說, 石大人, 你看這串珍珠 大概值多少錢 石朝姬又驚奇又生氣 他說, 你這個賊賊 竟敢偷我的魚翅珍珠 原來這一串的珍珠 是去年他攻打小金村有攻 皇帝賞給他 快活張就跟著說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沒錯 你罵我是賊賊, 我就叫你見識一下我賊賊的手段 你都知道了,做我们这一行的规矩,发了一事是不容易放手的,室主想拿回一些东西,一是讲交情,二是要靠银两来赎, 石大人,我和你讲不上有什么交情,是不是?那你打算拿多少钱来赎回呢? 各位,这串朝珠虽然不是什么无价之宝,但是皇上赐给他的,如果皇上一问起石朝姬拿不出来,那他就糟了, 石朝姬不由得怒火冲天,他撥转马头就来追了,快活章一左一右和他兜圈,搞到石朝姬都没办法,他唯有跳下马,拿了一堆铜钱,作为暗器来打快活章,快活章一边避开暗器,一边和他兜圈,快活章心想, 哎呀,这样下去都不够他的,一定会被他捉住的,于是他就把那串朝珠出来一抛,嘿嘿,石大人,你真是小气的, 好吧,看你急成这样,我姑且送一个交情给你,朝珠还给你,你自己去收拾吧,先知显明,我卖交情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没得谈的了。 快活章说完,就将一转朝珠拋在湖边的那里,那里,石朝姬就唯有死死地地地地去收拾吧,当他收拾回朝珠的时候,快活章走到连影都不见了, 扯港流矿和韩蓬跑到了青龙滩,就上了海沙帮接应他们的船, 但等了一会儿,都见不到快活章来,他心里就很不安乐了, 撑船的小头目就说,快活章这么多,你要不要担心他才行, 后友追兵,我们就快点开船吧,韩蓬是两次死过上山, 他都是靠朋友相助,这阵子他很惭愧地说, 刘大哥,小弟贪图过安稳的日子,中了敌人的圈套, 这次还几乎做了石朝姬的帮兇, 要不是刘大哥和屈池大俠尽力救我, 恐怕我都已经死在石朝姬的手上了, 小弟真是活该死,活该死啊, 刘邝说,前居之福,后居之隔, 以前的事不要想他这么多了, 我们现在都肚饿了,找点东西吃吧, 那个小头目就说, 船舱里面有两条鱼, 刘大哥想你一来爬船, 就我做给你们吃吧, 那没多久呢,这个小头目就把鱼拿出来, 他们吃了之后,寒憑的气力就慢慢恢复了, 那他们三个就轮流挖船, 只见高游湖波平浪静, 那个小头目站在船上, 他看着天色说, 嗯,就快起风了, 不过是顺风来的, 顺风顺水, 那就走得更加快了, 隔了一阵, 果然真的起了东风, 流亢的话了, 你说的真是美, 没什么, 我只是靠经验看看风格, 我在长江和高游湖大, 撑船都撑了二十年了, 后面有一只船, 嗯, 现在不是打鱼的季节, 船来得这么快,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帮的船来呢? 刘邝岳高头望过去, 只见一只船挂起风帆追上来, 过了没多久, 看得清楚了, 刘邝吓了一跳, 糟,是石潮基, 只听见石潮基说, 石某专程来送你们一程, 山水自有相逢日, 这句话一点也没错, 这次看你还能飞到哪里, 刘邝说, 我们不用怕, 沉着一点应付他, 韓彭咬了咬牙, 最多就是跟他拼搏, 刘邝说, 不用急, 走不了才跟他拼搏, 两只船仔的距离就慢慢近了, 石潮基一拼手, 打出三把飞刀, 把刘邝那船的围杆打断了, 那围杆一断, 风帆又掉下来了, 刘邝立刻跳开风帆, 就在这个时候, 石潮基脚尖一点船头, 啪一声就跳过去, 怎知道就在他跳起的时候, 那个小头目一只船长扮过去, 啪一声, 扮到石潮基的脚, 石潮基咬一声, 啪一声就跌到水里面, 魏庆立刻伸一条竹膏给他, 石潮基拿着竹膏上船, 真是狼狈, 像一只落水狗伸一样, 劉邝审时度勢, 他当机立断, 叫小头目撑船埋岸, 上岸才说, 魏庆撑船死死地追来, 两只船几乎一起埋岸, 一埋岸, 劉邝的扶着韓彭飞身上岸边, 说是那是快, 石潮基、魏庆也上岸, 韓彭说, 劉邝, 唯有跟他们拨过, 劉邝说, 你快走, 等我来撑住他们, 谁知道石潮基首先向韓彭逃过去, 魏庆是来斗篇劳, 韓彭真是拨命了, 石潮基拆掉他几招, 找到对方的破绽, 然后一招怀中抱怨, 手心向上去托韓彭的爪尖, 然后顺势一拖, 拿着韓彭的手腕, 韓彭一路之下, 也不知道力从哪里来的, 他突然跌在地上, 然后就出力一拖, 石潮基反而被他拖到一起跌倒, 那边劉邝一掌打退了魏庆, 之后他又及时赶到过来, 石潮基立刻抓住韓彭的脚, 一手就把他拖开, 跳起来应付劉邝, 劉邝和石潮基的本事是差不多的, 他两个一交手, 真是打得难解难分, 魏庆正想上去捉韓彭, 突然听见一声长啸在远处那里传过来, 魏庆吓了一跳, 哎呀, 这个人的功力非同小可, 不止是朋友呢, 又或者是敌人呢, 他担过头一看, 只见两个马飞奔而来, 前面那个是个白衣少女, 后面那个是个中年的大汉, 哦, 正是曾经在扬州和他斗过走的那个谋长风, 魏庆曾经见过谋长风的武功, 这阵时一见到是谋长风, 不由得心惊胆战, 他立刻三步夹两步走回上船, 石潮基又怕又急, 知道他又摆脱不开刘邝, 那这阵时, 武装和快马加鞭, 已经跑到湖边了, 武装一声跳下马, 他说, 刘大哥,我来了, 你没事吧? 刘邝说, 我没事, 这个恶贊我对付到的, 他话口未完, 武装已经来到身边了, 石潮基看见这个女孩和茂长风一起来, 他害怕, 不过他是吃惯夜粥的, 虽然害怕, 但是一点都没乱, 他放开刘邝就立刻跑过去了, 武装虚斩一刀, 只见刀光一闪, 马上一个盆龙妖步, 石潮基又撲空了, 就在这阵时, 砰一声, 他中了刘狂一掌, 石潮基忍住痛, 又飞起身向武装跑过去了, 怎知道他不记得自己的脚下受了伤, 只见他一声就自己跌下了, 武装回身一刀斩下去, 石潮基就地一跌, 踢起了一团污泥, 武装缩身一闪, 石潮基就乘机跌出了几仗之外, 那两支判官筆对准武装扔过去了, 小心啊, 刘邝飞身跑过来, 摺了一支判官筆, 武装横刀一格, 把另一支判官筆打下了, 石潮基知道自己今天又输了, 不敢再打下去了, 马上走到岸边, 跳上危兴的船就走了, 刘邝想上船去追, 某长风说, 刘大哥, 先放过他, 明天再跟他们算账, 刘邝他立刻拉起韓铺, 那这阵子, 好朋友又见面了, 大家都很开心, 某长风就说, 我说了, 賢侄女, 你刚才打得很聪明, 我起初还怕你有勇无谋, 真是难得难得, 武装说, 多谢师叔夸掌, 某长风就很开心, 刘兄, 我这个侄女, 她是特意赶来帮你忙的, 你知道吗? 武装听见她这么说, 臉都红了, 就跌下了她头, 刘邝说, 某兄, 你们为什么二叔侄相亲呢? 某长风说, 你不知道, 她娘是我的师姐, 我昨天才知道她, 这阵时有一只船很快驶到岸边, 只见船上一个头目打扮的大汉就说, 某大哥, 某大哥, 你们受惊了, 我是海沙帮的副帮主张远, 我受罗帮主的委托来接应你们, 弊帮帮主已经决定和小金村的义军联手, 现在正在准备折劫官府的量选, 弊帮主的意思, 如果你们两位没有其他重要的事, 就请你们和我们一起回去做这件大事, 刘邝说, 好啊, 你们不来找我, 我都要无遂自占了, 韓彭说, 我这条命是收回来的, 还没报答各位朋友, 罗帮主如果看得起我, 我都要效劳, 武松说, 某大哥, 我也去, 刘邝说, 少不了你那份, 不过是你哥哥呢? 他在那儿照顾海沙帮受了伤的那儿子, 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我想他一定会去的, 对了, 茂师叔, 你呢? 茂长风啊? 茂师叔, 我还有其他事, 恐怕不能和你们一起去, 张愿继续说, 罗帮主也知道茂大俠有重要事, 他很抱歉不能来和茂大俠送行, 特意叫我来代他送行的, 茂长风啊, 罗帮主这么客气, 我怎么敢当呢? 刘大哥, 我这个侄女就交给你了, 回来的时候, 我再找你们请我喝酒, 哈哈哈哈, 说完, 茂长风又和各位揮手道别, 一个人起程了, 且说高游湖平静无波, 但是茂长风就心潮起伏, 二十多年了, 施者教导他的恩义, 他都还未报答, 但是他施者已经死了, 不过他有这么好的一双鱼女, 那施者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得到安慰, 施者的子女都已经成人了, 知道他还是一剑孤身江湖狼迹, 如果施者未死, 一定会笑他的, 不知不觉, 已经是将近黄昏的时候了, 突然听见, 一阵阶阶阁的马蹄声在后面响, 只见有个人骑着马在后面追来, 各位, 那追茂长风这个人又是谁来呢? 明天继续讲。